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曾经的确带给我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你很好 一定可以得到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如果你不恨我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建筑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喜欢姐姐 是因为她一直陪在你身边吗 她那么天真 可爱 充满活力 又那么喜欢画漫画 从小就跟我讲 她长大了以后的理想 就好像那些 也是我年少的理想一样 从小到大 我都喜欢依赖别人 喜欢被别人关注 我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 我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恢复我实力的时候 代替姐姐来到你身边 没什么好想 现在想起来 没有谁是能替代谁的 况且 我确实不如我姐姐 没有你跟梦是不会醒的 现在梦醒了 我挺轻松的 你说得对啊 小弟 我们都从一场梦里走了出来 现在 是应该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做 我们都应该好好对待自己 保护自己的生活 小老板 这导航改了个路可能来不及了 要不我先给白玉打个电话 让他说什么也把十小念留下来 喂 伯母 医生啊 你跟沟沟在一起吗 对 小老板跟我在一起呢 他爸爸在医院呢 什么 怎么办 小老板 大头 去医院 那我先给白玉打个电话 让他想办法把十小念留下来 不用了 我爸的事情 先不要让十小念知道 那 如果他不想走 白玉一定留得下他 如果他想走 任何人都留不下他 就当我从来没来过 到头 去医院 你自己去看 我看还是要知道 你也不想走 我看你 我看你 不是 有儿子 你也不想走 你应该怎么走 我找到你 你就会走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他跟你说过他会来吧 应该会来 你说 光欧他会不会是 知道我安全了 没问题了 这 赌气不来了 那小念 我问你 如果光欧来了 让你跟他走 你会怎么办 可是千初这个身体情况 你也看到了 我不可能不管 你确定你还要去英国对吗 你还要去英国对吗 好 那我们赶紧走吧 不然一会儿时间就没有馅了 我去吃开他吧 我去吃开他吧 我要去洗手间 那石小姐 他去不方便 我自己去 你跟着牧走 去趟洗手间 嗯 你跟着牧走 去趟洗手间 小念 快一点 我去洗手间 我去洗手间 你 去洗手间 我去洗手间 你照顾好自己 爸妈都很担心你 放心吧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还是好姐妹 对吗 对吗 好 事情都过去了 你别放在心上 我和千初也都过去了 姐 都是我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 你那么爱建筑 他是那么善良温柔的人 要不然你干吗喜欢他呀 可是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们两个早就 小弟 你做所有实行的出发点 都是因为爱他 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 姐 你现在 是真的喜欢公务对吗 小弟 快走吧 来不及了 姐 我等你回来 你也太心急了吧 一个晚上都等不了 你一定要今天接手 你就不要说这种话了 我早一天接手 你也早一天安心 我只是没想到 公公真的就这么晚 一让出来 我刚接到消息 他父亲住院了 他现在是自顾不暇了 严重吗 未来晚期 估计撑了不少时间了 怎么 应该很伤感 我和公务之同学 也是好兄弟 以前经常去他家吃饭 还跟老爷子喝过两次酒 他很气宠我 陈总 这样的话 不适合我们这种人说 您好 您好 我是牧师集团牧雪 这位是陈总 你们应该认识 我们是过来开董事会的 好 我帮您安排一下 好 我知道了 石小念和我弟弟 已经过了海关 陈总 我今天有一种 失去了东西 又全部回来了的感觉 敢图实受 请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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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恩惠 如果您不会一定消除 我们赢了 走 怎么样 看你 哭什么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别哭 不好看 我还是喜欢你笑得那样 我呀 是想小玉了 她一个人先走了 没人陪她 没人照顾她 没人照顾她 你说什么 应该小玉照顾你 看这样子 她 你就不怕儿子笑你 爸 怎么才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 告诉不告诉的事 我有医生 也一直在治疗 那我到今天 已经很不错了 还有很多办法 为什么不都试试啊 饭了 花了 是我自己不愿意走 我是不想让你妈妈 看到我那个浪白的样子 你们两父子都不受承诺 你答应过要再陪我的 小玉不是陪着你吗 以后啊 她就没有理由 不天天来看你了 是不是小玉 我知道 小念 怎么没来 她有些事情耽搁了 来不了了 小玉 既然你们俩要接听在一起 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 不能把小念抛下 两个人在一起 只有爱是不够的 作为男人 要有担当和责任 你们两个孩子 真像我和你妈 年轻的时候 有你妈陪我整大晚上 你 我不遗憾 行了 行了 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让我跟你妈 担当待会 我出去等你们 有什么事你叫我 我不哭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哭 我不哭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哭 我太丑了 你不喜欢我吗 你不想让我哭 我哭了你我都去想看你 你不看到我 你不懂我哭了你 你 不想让我哭了你 你不过来 你不笑我哭了你 安排的 对 这里的医疗机构和医生 都是沐雪帮沐先生找的 来了英国呢也有好处 沐雪 鞭长 沐济 龚先生在其他事情方面 也做了安排 所以两位在这里治疗和休养 不会像在国内那么拘束 但是我姐 一定会问这边的情况 放心吧 肯定会有一套应付的方案 相信龚龚也安排了很久了 房间里边有两位的手机 还有新的手机 之前的手机是沐雪帮回来的 但是为了防止他和陈白 在手机上安装窃听装备 所以龚先生给两位 准备了新的手机和电话卡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沐先生的房间 石小姐的房间在那边 一会儿我带你过去 那个英国那边刚跟我联系了 石小链已经到了 很安全 你也别多想 如果咱们赶到了 可能石小链就不走了 没事 你回去吧 我 我回去干嘛呀 你老婆在家 还怀着孕 回去吧 我这边没什么事了 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那不行 我得陪着你 我现在回去丸子也不能同意啊 不想到你 那不行 那我 那我 不睡啊 你有事随时打给我 我 那我 你 没锁门啊 小年 这个怎么也没换 我还没来得及 怎么样 来这边是不是有点不太习惯 没有不习惯 我还挺习惯的 就是我英语不太好 交流起来有点紧张 沟通上面我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呢 你就负责照顾好我的身体 我呢 负责让你的英国不会走丢 好不好 小年 公欧一直没给你发消息 他应该还在生我的气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 所以你和公欧不一样 他就是这么霸道无理 那他要是一直都这么不理你了 打算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死缠烂打 不说这些了 如果这样下辈子 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我该去死了 我抱歉 她would 午睡 睡 泣 には Cooper 酷 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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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安息吧 晓鸥 你要振作 很多事情都还需要你 别的建议我给不了你了 一会儿去跟你哥告个别 我就要走了 晓鸥 珍惜眼前人吧 在你还能珍惜的时候 很多人很多事 就像这些花一样 开了败了 都是转眼间 如果在能珍惜的时候 没有好好去珍惜 那只会成为一生的遗憾 爸 今后儿子一定常来看你 爸 我回去了 哥 回去吧 我回去了 我向你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病痛的样子 你知道 我最怕的就是看到你哭 我也希望在你的心里 我一直是美好的健康的样子 若鸥 我走了 在这里请求你一件事 千万别去梦园看我 答应我好了 那里只有冰冷的示威 我不喜欢 若鱼你知道吗 能够娶到你 和你生活这大半辈子 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而我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陪你到最后 我希望你 可以保留我曾经在你生命中 所有的痕迹 就像我依然在你身边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生活 因为我会一直陪着你 这个戒指是我特意留给你的 我想说 如果有下辈子 我们还做夫妻 你愿意吗 我想跟你一起携手 继续走下去 永远爱你的 龚博文 我愿 我愿 我愿意 不愿意 你我有时候 决定说 co co 是 你还是来了 长辈走了 我总是要来看看的 那公寓呢 就不该来看看吧 或者说 其实你已经来看过很多次了 对吗 只是每次都一个人来 想和他单独相处 就像你们过去那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沐雪 你们过去发生过什么 现在只有你知道 以前我很执着 想知道 那个他一直爱着的人是谁 但现在 他后来爱的人是你 所以你才来见我 因为其实你对我也很好奇 对吗 我跟你说 你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人吧 你在意的事情那么多 想要拥有的那么多 却不敢面对 甚至不敢拥有自己的感情 而我更在意的 是跟公寓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短暂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还有一起创下的事业 没有谁跟谁是完全一样的 事到如今 再计较这些也没有必要 人都已经走了 这一夜也该翻过去了 活着的时候没能把握住的 等到失去了再去回想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就当我们没见过 我先走了 你等一下 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很轻松 很开心 对吗 对 我很幸运 能够在跟他最后的时光里 每一分每一秒都轻松云云 是 沐雪 我们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见了 我只有一句话留给你 有些事情 不是你拼命掩饰 就能掩饰得住的 就算你努力不让任何人知道 但你自己心里那一关 你永远都过不去 公寓是在用他的离开 帮你最后一把 别让他失望 别让他失望 公寓 没想到最后 你真的选择了一个 跟我这么不一样的人 你为什么就不能等等我呢 现在我什么都有了 如果你还在 我们就可以 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我原本以为 我原本以为 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会在我身后支支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了 是你给我坚持下去的勇气 可你却在我最重要的时候 抛弃了我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 没有办法无头 没有办法无头 公寓 如果你对我还有感情 就在冥冥之中保佑我吧 明明我要证明离开 接下来不管是牧师 还是恩怡 我都可以做得很好 你没有办法无头 我没有办法无头 你拍过我 我没办法无头 你不算保佑我 因为永远 你再冥有没有 我也要做了 你也要不敢生了 瘦 我只要你 你你也会想什么 小鸥 你在忙吗 妈 没有 来 走 你怎么又不吃饭啊 妈 我不饿 你忙归忙 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其实我今天来 就是想跟你说个事 我想帮回西山中 妈 那里 有我跟你爸爸 很多美好的共同回忆 我回去 就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 没有离开过我 我也祝得 会舒坦些 妈 你这样我肯定不会放心的 我陪您回去一起住 妈 不用 不用 我答应过你爸爸 我一个人 一定好好的 好好的坚强生活下去 我不是还有你吗 你要是担心我的话 就多回来看看我妈 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不让妈妈操心 就是帮妈妈最大的忙了 好 你放心吧 妈 行了 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晓鸥 不管再忙 饭还是要吃的 照顾好自己身体 嗯 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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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吃饭 你又没吃饭 工作先放一放吧 我带你去吃吃东西 不用了 你去吃吧 我再玩玩 好 现在整个恩益都在沐雪的手上 我如果研发不出更高的科技 就永远都不可能东山再起 可是你这样下去不行啊 为了你自己 为了恩益 你得赶紧振作起来 如果小念知道你现在的样子 也一定会很担心的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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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动啊 不要动 再等一小鲜下 等一小鲜下 哎 哎 我这还没画完呢 你不要乱动你 你坐过去 你画了这么久 你不累 我特都累了 哦 对不起 我是好久没画了 一动起手来就停不下来 没关系啊 我觉得很开心 好像我们回到的小时会 哎 哎 公 你今天在干嘛呀 这么久都不回我信息 你到底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 英国这边这几 你很想的 是吗 想也没用 人家现在 都根本不理我了 想说什么就说 陈总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公司的方向不太对 你以为公公会把一个做而尽才的公司让出来 还不是为了折腾我 顺便避开沐穴 产品中的核心技术 他早就拿走了 我说的不是龚总 前两天沐总的助理小叶过来 拿了咱们上周的财务记录 说是要给沐总过目 这两天他又过来拿了咱们合作商的资料 我总觉得他对咱们还不是完全的信任 大家对他强势进入公司这件事也不是很满意 亲人 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相信 他不信任谁 不过以后恩怡的具体事宜 最好还是不要让他插手 好的 我知道了 好的 我知道了 陈总 吴总亲自过来说要旁听咱们的周会 把话来的办公室 得寸矜持 好 陈总好 坐啊 可以开始了 好 好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上个星期提过的 和凡胜共同开发新系统的项目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上周我们约了凡胜开发部门的负责人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先给我一份系统开发的合作方案 我还没有收到这个问题的计划书和合作书 目前 两家还在进行一些初期的接触 那公司内部的计划书总该有吧 这都要出去谈项目了 总得提前做出个方案来吧 方案总是有的 只是现在 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 所以想要等签合同的时候 再让你过目 那岂不是还要等很久 这么大的事情 总得我提前过一下才对啊 好 这样吧 这个问题先搁置的 等计划书出来之后 再往下推进 沐总 对了 我再多说一句 之前我没有跟大家开过周会 可能大家对我并不熟悉 之后我会经常来 如果有什么问题汇报给陈总的话 都做一份备份 推送给我一下 继续开会 继续开会 托尼 那就给沐总介绍一下 长乐生时的情况吧 好 这是 是 辞职信 之前我没有听说过 陈总想要离职啊 沐总上次去公司开了个周会 没过两天 就有三个高管递了辞职信 不得不说 您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所以陈总特地赶过来 就是为了把辞职信转交给我 我 既然沐总什么都想过沐 那我想这些自然要交到你手里 沐总不信任我 我可以理解 但是用人不疑 既然已经把公司交给了我 就愿意给我更大的空间 这样大家都好做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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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